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一段话描述那个时候的中国 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 能造茶壶 还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 都造不出来 这就当时中国的真实的状况 那么随后我们开始了 就是以工业建设为特征的民族复兴 但这个过程确实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 我们回头看前三十年 从1949年到1978年 到改革开放前 我们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 特别是发展重工业 特别经历过朝鲜战争 你没有钢铁就被人家欺负 同时我们在社会世界上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妇女解放 土地改革 教育的普及 基础医疗的普及等等 我们完成了 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 我们完成了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 先回头看 这些基础是不得了的 对我们后来的崛起至关重要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的前三十年 应该说实现了三十而令 为后四十年 改革开放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确实付出了 很沉重的代价 那么政治上 我们走过一些弯路 我们民生的欠仗 老百姓生活的欠仗太多 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相当低 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当时七八年时候 生活在贫困县 那么如果你用人均GDP比较的话 当时中国的人均GDP 低于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 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但是多数家庭的人均 居住面积是四平米 我是1983年第一次去 这个泰国首都曼谷的 我觉得它领先上海 至少二十年 当时的感觉 我甚至八四年八五年 去过非洲 我们去过京巴布韦的首都 和柯德迪瓦的首都 我都感觉那个首都 比当时的北京要发达 这当时的真实的感觉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 我可以说是四十而不惑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道路 所以我们迎来了 也就习近平所说的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 到抢起来 这么一个伟大的飞跃